今天為大家自駕車型 CMW 我現在人是在日本九州的 光那個排氣回家 CMW 今天我們要花比較短的時間 今天來為大家介紹 我們第三次試駕的 正2020年式的B&W i3 而且是S版 售價的部分188和199還是沒變 但是它有一個地方變 就是它的續航力 還有就是其實 在配備上有一些差異 再來一個部分就是 這台車比較特別 它幾乎選滿了 它是滿配的 那我會告訴大家 因為我跟它相處了幾天 我會告訴大家 這些配備 有哪些是值得的 有哪些是不值得的 我們先來看它的外型 它在燈具的設計上 還是維持跟上一代一樣 可是你要分辨第一代到現在的 全新的i3最大差異是在這裡 以前是一個晚工的霧燈 現在變成這個是方向燈了 然後S的版本 它的整個鏡面烤漆 加上下面這個藍色的 這個有點像空力套件的點綴 有點不太一樣 另外在車側的部分 首先第一個 它一樣是 你把車門打開 對開式的車門 打開之後看出來 它還是碳纖維的車體 還是沒有變 那這台車大概在兩年內 它就要停產了 它為什麼停產 並不是賣不好 而是它賣太好了 那據原廠 就是德國原廠表示 它的碳纖維車體結構 它的做工太複雜 成本太高 再加上 這台車其實我想可能 對BMW來說 沒什麼賺頭 所以它以後 會在譬如說 BMW X3 前面有一個iX3 有一個i的 就代表它是電動車 所以以後可能BMW全車系 前面只要有i的 就是電動車的 就不會有獨立的 電動車車型 像BMW i3 因為它沒有汽油版 所以這種車型 包含了i8 以後都會停產了 取代的就是 原本的油車 發展為電動車 然後在S版本 還有一個特別 就是輪圈 它搭到20吋 不管19或20吋 它這種高卡底盤 沒有舒適性可言 但是有很不錯的操控性 因為畢竟 它是後驅 它並不是市區 你花再多錢 都沒辦法去選配車側的盲點 但是有LED的方向燈 後視鏡 一樣是鏡面的烤漆 這台車有選配的輔助駕駛 它的輔助駕駛只有兩個方向 但是你要花錢的 我記得印象沒計算是6萬塊 6萬多塊 首先第一個就是 它有ACC跟車系統 全速域的 有四段式的距離調整 第二個部分就是 車輛和行人偵測 只有這兩個 它沒有你印象中的BMW 5AT 車道維持 車道偏移 車側盲盲點 這些你花再多錢都選不到 我有看到YouTube有些影片 在美國好像 他們有試著去進入它的系統 去做一些更改 據說可以做到方向盤自動 就是會自動修正方向盤 但是那個都不是原廠 而且會有一定的風險 我們今天不做非常詳細的新車試駕 我們主要是告訴大家一些選配項目 還有i3S在2020年是 它有些什麼樣的進化和差異 整個車尾的設計其實和 不要說是19年18年 跟上一代比起來其實它都非常類似 包含兩個看起來像眼睛的 煞車燈小燈 然後在下方的部分是可以分辨 i3和i3S最大的差異 就是保桿的設計 包含了烤漆的材質 包含了後車門旁邊 這個i3S的名牌 你這樣去分辨它是i3或i3S 比較重要的重點就是 在車輛的右邊 這個傳統看起來像加油孔 它是充電孔 它可以充直流和交流電 直流電目前的試占率很低 但是交流電呢 大家慢慢的在佈局之後 其實現在充電還蠻方便的 那如果說你家附近 正好有BMW的展示間 這最棒了 因為現在BMW的展示間 幾乎都有充電樁 而且它會給你一個感應卡 它在交車就會給你了 給你兩三張 你只要到他們的展示間門口 車丟著放著充電 譬如說你住在附近 你就可以回家了 或者是你想要去 跟你朋友去吃個飯 你可以叫你 像我就這樣子 你可以叫你朋友 載你去吃個飯回來 它店就滿了 它的充電大概三個小時左右 就是在220的部分 三個多小時大概就可以把電充滿了 那如果是你去101下面的話 它也是免費的 每天有三個小時停車免費 充電免費 所以你大概花40到50分鐘 就可以用DC直流 不管是i3S或i3 把它的電可以充滿 那至於在續航力的部分 這一次也做了一些強化 i3的續航力可以破300公里 大概在310公里還305 那以i3S來說是290公里 兩者差了大概15公里左右 那我們實際測試 它確實可以達到 就是我每次充完電之後 我都會試著去讓里程歸零 然後快要沒電的時候 我才去充電 那我的range 大概都可以到250到270公里 然後我可行駛的里程 都還有2、30公里 所以代表就是它跟原廠公布很接近 那很多人會問說 那我的路段是什麼路段 我的路段大概市區只有佔30% 高速公路佔70% 以這樣子的行駛方式 這台車可以讓我大概一個禮拜 充電一次到兩次 其實不用兩次 大概一次 就可以讓我這個禮拜 開這台車都是有電的 我們來介紹它內裝 內裝我們先講標配部分的改變 首先啟動引擎 首先第一個 i3S的部分 它有一些標配 你會看到就是方向盤 它變成是白色的 然後有藍色的外表 這個是標配 然後還有座椅 這個也是標配 如果是i3的話 你要花錢選配的 它有一點點皮質 加上一些織布的材質 前面這個木頭 這個是真的木頭 這個要選配 這個選配好像兩萬八還兩萬七 標配的話 它就是塑膠的 烤漆的 那這個車主它有做這個的選配 另外還有一個部分就是 氣氛燈 當然你今天如果是用鑰匙解鎖的話 假設你用鑰匙解鎖 你會發現車內這個氣氛燈 它會有藍色的 那一般正常它也是LED的 一般燈光 但是如果是氣氛燈 它是藍色的 另外一個部分的氣氛燈 在門把這邊 開門門把 還有螢幕下方 這邊有個氣氛燈 但是它只有兩個顏色 一個是白色 一個是紅色 加上你打倒檔的時候 它是有倒車CCD 可是它沒有360度 也沒辦法做調整 你如果撥到前面的話 它是沒辦法到前面 它只有後面一個CCD的鏡頭 這個是標配的部分 接著我們來講選配 這台車有選配幾個東西 第一個 你會看到上面有一個全景天窗 但是全景天窗中間這邊 還有一個很粗的 粗壯的一個車體結構 所以 你平常可以用兩個 手動的遮陽 讓正副駕駛 可以獨立的遮陽 但是如果開啟的話 你會發現其實它是一大片的 有沒有 它是可以做上先和開啟的 這個配備很多人會說很無聊 我看喔 在台灣販售中古的i3 幾乎沒有 除了水貨 美國來的水貨有 幾乎沒有人會選這個配備 第二個部分就是音響 Harmond Garden的音響 如果你沒有選的話 A柱上面這邊沒有喇叭單體 只有在門板上面這邊有兩個 但是你選了之後 它的喇叭單體好像變成13個 就是後面也有 然後在後面上板裡面也有 所以它變成是它的音質表現會很好 尤其是電動車 它會讓你 因為沒有引擎的噪音的情況下 你的音質會聽得更清晰 音質表現會更棒 所以我覺得這個配備 我印象沒有記錯也是在六萬多塊 我是強烈建議大家可以選這個配備 因為它在事後改裝的話要花很多錢 再來一個部分就是這個 在方向盤左邊 它有ACC 為什麼我會這樣講喔 這個配備更強烈建議要選 為什麼我會這樣講 因為I3沒辦法去控制 當你今天在行駛的過程中 來控制它的動能回充 也就是說你收掉油門之後 它一定會有很突兀的擋煞 那會造成什麼 你在高速公路時速你要是定在100 你的右腳這個地方 它要一直hold在油門上面 讓它不要有很突兀的擋煞 這個你大概從台北開到桃園 你的這邊就在酸了 但是如果有ACC 就沒有這樣的問題了 你只要把它交給全速率的ACC 它就會跟著前面的車子保持一樣的距離 不過要跟大家提醒一點 它這套ACC沒有 有BMW現在新世代車型的5AT來的0命 它是可以做偵測 但是它偵測的距離會稍微短一點 因為偵測距離短 所以會造成它的反應會稍微慢一點 偵測得到一回事 可不可以讓你覺得很害怕 又是另外一回事 這套系統建議大家在高速公路 而且是車流比較正常的情況下 你可以使用 當然你在雪碎賽車也可以用 它非常好用 那這個選配價格也不便宜 包含了行燈偵測和車輛偵測 可以讓你的警示燈下面多了一個綠色的旋鈕 綠色的按鈕 然後包覆了一個車輛 這個就是它的輔助駕駛 但是只有這個 沒有盲點 沒有車道維持 來 給大家聽一下 他們剛剛在這個音樂 你看 音質很棒 可是這個因為板圈問題不能停太久 我把它趕快關掉 音質會變得很好 因為喇叭數變多 然後這樣它的車體比較小 車室裡面比較小 所以你的音質的表現就會很完美的被展現出來 然後因為i3 給大家看另外一個東西 就是我的車輛裡面 它的iDrive不是最新的 它是6.5 而且它沒有辦法出口 在車輛狀態裡面你看胎壓 我前面35 後面35 其實極限了 PSI 這極限了 沒辦法再講了 但是這個已經也是舒適的極限了 就是不舒適啦 因為畢竟它這個攤行為車體 它沒有像傳統的鋼板車體 或是鑄鐵車體 它會有一些車體的扭曲會吃掉 你從避震器傳遞到車身的一些震動 它沒有 它就會很硬 所以你開起來就是 壞處就是它的舒適性會打很大的折扣 第二個部分就是它的隔音 i3幾乎沒有什麼太好的隔音材質 在車身任何一個地方 所以你的輪弧 雖然它的輪胎是很扁的 但是 它輪胎雖然濕地面 接地面很窄 可是輪胎的噪音還是聽得到 不過如果你是在這種像低速行駛的話 大概就這樣子 就是這種感覺 你會無時無刻感覺到 台灣的道路路面品質 這邊又上天堂了 這邊路開始好 因為這邊是黑色的 你看 你看它黑色的路面 開起來就很穩了 而且沒什麼噪音 再給大家偷聽一下音樂 有沒有 只能放五秒 五秒就要關起來 音質表現就很好 因為這個時候很安靜 上面這個天窗看你要不要 可是我是覺得 一個ACC和 Harmond Garden這兩個配備是可以選 兩個價錢要十幾萬 假設你打算要開愛山開一陣子 你不用管它兩年或是不是要停產 反正停產 泛德不會倒 泛德還是有 它還是會幫你做保固做維修 因為現在大家話題心都停留在特斯拉 可是我覺得它的價錢跟Model 3會很接近 其實差不多了 那很多人說Range特斯拉比較好 可是 光內裝的組裝品質還有質感 還有一些東西啊 我不會講那種感覺 尤其是你現在在開山路 它這種後續的特性 加上碳纖維車體 你那種像小型高卡的路感 它的樂趣大概就是在這裡 但是它的悲劇就是 第一個車價太高 第二個Range 續航力不夠 第三個它沒有像特斯拉有超級充電樁 有那麼多 它大概就101個 你都要用慢充或220來充 沒辦法用快充的 但是I3也因為這樣 因為它的市占率很低啊 一年賣不到20台 20幾台 所以馬路上很少 所以你開這個車 很多人說有BMW居然出這個車子 那我覺得它的樂趣呢 是在於你擁有它之後 你自己去發掘 有些樂趣是很特別的 那這個應該是最後一次我們試駕I3 應該也是最後一次 BMW原廠對I3做的改變 我想再來它就不會變了 就我也是這樣子 也不會再增加續航力了 因為它大概不到兩年內就要停產了 那這台今天的試駕比較短 可是跟大家分享 就是我擁有這台車幾天的相處下來 我覺得這台車是一個還滿有 滿有特色的 滿有 滿特別的 滿有趣的一台車子 感動更有趣的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